我是古山 然后今天录一个简短的小视频 然后这个问题是今天晚上一个小姐妹提的 我也非常的好奇就合作去测了一下 就是因为我那次采访 亲吻的戒指是不是跟老林有关 因为她那个反应实在是不得不让我cp倒 就跟上次老林就是一个采访 我忘记那个问题啥了 就说什么 好像那个问题就是 你喜欢什么就是什么样的男孩子嘛 然后她就说干净就好了 就点点那个纸 那个纸正好是U的那个位置 这俩就一起同工之妙 就让我不得不怀疑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来抽牌来用玄学解释一下 OK我们来剪一下牌 嗯 怎么说呢 我感觉应该是有关 对 而且她的关系现在已经有点不平衡了 就是U真的非常非常想她 那毕竟出了一个星币二的逆味 就是很想很想 但是像U这种性格的人吧 她在hold着 她没有表露出来 但是她心里已经很想了 面上就是波澜不惊的那种 三张牌抽了三张牌 然后抽两张大牌 这个感情还挺强烈的 实际上是一个很年长的老人 他就在一直等啊等 然后等了很久很久 蜡子都亮起来了 就那种很悲壮的感觉 太心疼义我了 老林还是你赶紧回来吧 然后他这个特殊含义到底是他是老林送的吗还是什么时候的 然后最后一张星星牌嘛 就是就是这个人就像那束光一样 就是带着你 带着你给你一个指引的方向 让你有动力去做一些事情 感觉就像是 嗯 就这样 怎么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这样 长一眼慢慢 他那颗星星 永远带给你方向 就带你走向未来 就是他们都有在双向奔赴一起努力 并且一五对这个关系把握的很好 他控制这个关系一直往一个好的区域上面发展 非常赞赞 然后其实其实星星牌还有另外几个关键词就是想象力创造力 然后一个隐藏的含义是怀孕嘛 但是我感觉这个应用在右身上肯定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也可能会想内容事情 对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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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弄得 你突然开车了 OK 就到